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音樂熟的問題 如果去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的很嚴重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 你現在是甚麼人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想推人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 不公義的地道 公平應該只有四種才有 公平公義名傳合謀 剛才你說到 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甚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甚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了那麼多諮詢 有我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門徒公義 第二節 Eric終於回來了 很失車 這次我們會講講 關於露宿者 由去年年底開始 其實我們也觀察到 政府似乎有步驟 以及有計劃去趕絕 各區的露宿者 沒錯 上年11月 首先在北角的 唐水道天橋 露宿者 被迫遷 遷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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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事 不過非常幸運 有一批街坊 也有我們報道 和發起聯署 最後這批露宿者 12月終於可以回到天橋 過冬 然後上個月 在觀塘碼頭 有一批露宿者 被政府 民政署迫遷 幸好當地 有一些社區組織 去介入 所謂閘門 錄音的今天 收到消息 在旺角的唐尾道天橋的橋底 也有一批露宿者 被迫要離開 限期搬走 在網上看到 也有一些朋友 去關心他們 好像會去做聲門 詳細就不知道 不過今節我們想說 就是關於深水堡 橋底那批露宿者 我講講深水堡露宿者 在食環處清 早幾天 因為當時 香港的天氣很冷 是十度以下 一批露宿者 躺在深水堡通州家的天橋底 但突然間收到 食環處的消息 要他們在二月的日子 二月初 就要突然間清場 今次的清場方式 跟幾次清場方式是不同的 今次用什麼方式呢 就是直接用一個 叫做遺網的方式 遺風的方式 簡單來說 他說 當食環處看到露宿者的位置 躺開那個位置 那間木屋 即是沒有人 之後他就會貼一張紙 就要紮日清場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他目的 其實是想逐個逐個 逐個逐個 擊破 其實這個手法 跟之前幾次清場手法不同 之前的手法就是什麼呢 之前的手法就是 晚上的時候 趁他們睡著了 去洗地 也都是灑臭粉 其實這個是 備受批評 為什麼備受批評呢 因為就很多 因為不是獨立受害 那些獨立是一筆一隻成債 全部一起受害 但是今次就正好聰明 聰明 聰明 逐個搞你 逐個搞你 就算要投訴也很難 因為本身一個半個位沒有了 其實未必有人這麼關心 所以其實他的手法就是 慢慢去奪他無家者 或者是謹優的妻生之處 他最陰道的地方 他是趁這個地方 沒有人 簽鐵告示 有時候跟他爭論 那裡明明沒有人 沒有人我覺得要清走他 他可以大條道理跟你說 那是麻煩的 難道你真的要露宿者 一天24小時 留守在那裡嗎 他有時候要倒閉 又要上班 我一離開了 你馬上就跳個告示 然後就圍網 封住了 讓他不回家 這個是陰毒的 這是第一樣 你發覺第二樣就是 原來深水埔區議員 譚國喬 他之前在Facebook那裡 他曾經在現場 他在現場做什麼呢 他不是阻止那些 試一下阻止那些 成文書要做些事情 他是確保那些政党人員 只是移走那些空置的構造物 同時他在看有關部門 他關心的就是 他打通了臨時街市 和第三和第四床之間的通道 方便出入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他關心的 只是關心的 那個臨時街市的通道 有沒有通過 被人走回 其實他是 怎麼說 可能默默支持他們的行動 也不奇怪 因為他要清除這些露宿者的時候 他可能就成為他的公職 你知道他是文協、泛民 其實跟文建聯一樣 很喜歡出來說 我成功爭取什麼 我改善了什麼民生事項 拿出來做公職 所以他站在一邊 不阻止這些部門去清場 他簡直是一個born home 他擺個姿態 他好像到現場 我看著文政署、食環署的人去做事 但我看到你們 只是搬走這些 home 字的建築物 做得好 做得好 好 你繼續做 繼續這樣 看到他在Facebook那篇文章 就是表達這個意思 他所謂監察的意思 不是阻止 而是確保這些執法人員 真的清除這些 home 字的木屋 他只不過關心的是通道通不通 通道通過 就是他的成功爭取 就是用文建聯的說法 什麼都成功爭取 遲些貼了一張家招 譚國橋成功爭取 打通通道 方便居民 但他們沒有想過路宿者的空間 可能走開了 離開了 離開了 那你沒理由要路宿者 一天二十四小時 留守在那裡 那現在他們被人清走的時候 喂 天寒地凍 你叫他們去哪裡呢 無處用身的 沒有啊 路宿者之家好像好像 要有開放時間 是啊 不是經常都有 所以你文協 喂 譚國橋 選兩屆你都選不到 你文協在深水埗唯一的 直選二席都沒有了 我在這裡覺得你真是 活該你死的 你對於這個路宿者 這麼濫血的 為了爭取選票 就犧牲這批路宿者 睡覺 淒身的地方 就是什麼意思 有時候 我想大家記得 那些傳媒 特別是那些報紙 他們會用一些標籤 去誇大 誇大他們的路宿者 對 譬如很簡單 大家記得東張西網 拍過一個特輯叫喬巴 就形容那些在北角唐水道 天橋的路宿者 令到當時很多的聲音 我想大家都記得應該都有 有啊 所以後來因為很大壓力之下 那一集的東張西網 是沒有播出的 但是這個做法都足夠反映到原來 就是原來現在的傳媒 對那些路宿者 是有這樣的標籤 其實這個向無線抗議 這個喬巴 是小弟當年率先發起 去揭露這件事 那時候設置了一個專頁 一個平台 那時候就講得明白了 如果這一集節目夠膽出街的話 我們會馬上發動那些市民 去送通訊局那裏 投訴 最後可能我們的聲音真的太大了 亦都見無線是重新拍攝了那一集的東張西網 亦都沒有喬巴這些字眼 除了隱為一時的喬巴之外 還有叫喪屍隧道 喪屍隧道 喪屍隧道去形容哪一處呢 就是南昌站 電視站旁邊有一條行人隧道 當時睡了很多路宿者 有很多針筒那些東西 當時都被人形容了喪屍隧道 也是這樣的標籤 還有也會形容那些 睡在24小時麥當勞的路宿者 叫難民 很多這樣的標籤 是否令到社會有對路宿者一些既定不好的印象 我覺得政府或者一些傳媒 當然我們要去譴責 因為他們是有公權力的 但是他們對於路宿者的抹黑 以及用他們那種行政的手段 去逼白 當然我們是需要去譴責 但其實今集主要還有一個對象 我們覺得最需要去譴責 就是這個深水埗的明哥 或者我說說 為什麼深水埗的明哥要譴責 明哥不是慈善家 他經常派飯給路宿者 做很多慈善的事 尤其是游的事 去游去游去游去 深水埗的路宿者 為什麼我們要譴責呢 首先我們要由 剛剛我們說的 這個維蜂維網 即是近幾個月 至半年左右 一直維 其實是維在哪裡呢 就是維在明哥派飯的深水埗的橋底 但是我發覺 即是他地頭 第二到德國那些 當不關他事了 太遠了 現在是在搞地頭 他是不出聲 我特意去他派飯的組織 北河同行的Facebook page 慢慢看 我怕看漏 慢慢看他近這半年 每一個姿勢 是一個姿勢都沒有說過 沒有出聲 即是說政府這樣 為風為網 這個橋底那裡 令到路宿者無處容身 即是一句話都沒有說 只是繼續說他們怎樣派飯 繼續說他們幫助那些什麼機構 又多謝那些什麼機構 贊助他們 這樣而已 好像說 早兩年鐵馬圍城 大家心想 有一次也是這樣 又是橋底那裡 不過當時就是圍了鐵馬 也當時有火災 對 因為圍了鐵馬 就只有兩個出口 讓他們出入橋底那裡 就構成這個很大的危險 因為有一宗火災 在那裡有些路宿者說 因為鐵馬圍風 原本他們在橋底 就可以很快走出安全的地方 即是橋底隔離那裡 其實是公園來的 隔了一個石頭之後 是很安全的 但是那次是有路宿者說 他們要足足走了十五分鐘 才能走出去 真是死定了 幸好那次的火災 就不是牽連很多 他們所搭的木屋 否則不知道會消息多少人 真是死定了 這件事其實 鐵馬圍城發生了之後 其實我聯絡過 北河同行那邊的資深的義工 希望他們評論一下 關注一下 他的答覆就是 他們和明哥 對於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不耐命的 不理 即是政治中立 我覺得就不是政治中立 你又不是一個參政人 說什麼政治中立 引用了一句名句 雖然我忘了給我講 在網上看過 對於暴政的沉默 其實就是極權的幫兇 他們每個星期 起碼有兩次在那裡排發 你可以告訴我 你不知道有遺風遺網 這件事嗎 絕對不可能 不可能 甚至乎平時的怒宿者 怎樣去給食環 給民政署的人搞 他們一定是知道 得一清二楚 但當你明哥 你們不樂同行 知道了這些事情之後 你只是做回 你們每個星期的派飯 對於政府 警察 食環 所造的惡行 你可以當是看不到的 當是聽不到的 給你飯盒 給你飯券 不要吵 我覺得你所做的事情 政府和林鄭沒有什麼分別 政府在做一些惡行 在欺壓 在剝送市民 接著你又派一些飯盒 派一些飯券 不要吵 總之有飯給你吃 有飯吃就算了 算了 你怎樣做人大佬 你還說你關心一些 勞宿者 想幫他們 舉個例子 例如洪卿 陳浩南 南哥 東英那邊 砍傷了我們幾個兄弟 掃我們牆 那怎麼辦呢 下你的錢去看醫生 不要吵 如果做人大佬 你立刻 等於斑馬 或者約東英 阿烏阿出來講掃 你搞那些 快去教人 明天掃你長 你都是這樣的 做大佬要這樣做 不是的 拿些錢去看醫生 不要吵 不要吵 算了 安家費算了 當沒事了 繼續抬擋 要賺錢要緊 你怎樣做人大佬 還叫明哥 哦 名字還叫不和同行 名字挺好聽的 對 你還說同行 你站在那裡吃花生 現在他們被人迫害 你站在那裡吃花生 你還說同行 你改名吧 不要叫不和同行 其實我們都是曾經跟過明哥 一起去做派化這些義工 最起初的時候 我們都是認同他幫助窮的理念 但是當越來參與的時候 越發覺不妥 你會發覺 原來那些露出者 遭遇了這麼多問題 近幾年更加明顯 剛才提過的鐵馬圍城 甚至現在的圍網圍蜂 你會覺得太離譜了 是真的要發聲的 而你見到明哥 也是一個社會有知名度的人 有這麼多義工的網絡 如果他肯去發聲的時候 肯定是比我們發聲十句話 更加有力的 更加做到號召力會更加大 但不是的 你只是去發展你派飯那盆的生意 去收捐款 跟便利店合作 然後也有些人願意便宜租 給你一個舖位去起身的飯店 甚至你會去其他區 發展派飯的業務 但對於露宿者 受到欺壓的時候 你去到哪裏 他繼續派飯 當看不到 繼續派飯 算是 社運介有句話 這些叫做吃人血饅頭 阿長毛說 現在應用在這種情況 我們可以說你是在吃露宿者的飯盒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其實呢 或者說一些歷史 其實 剛才Hawy說過 2014年差不多 我們就 當然再早一點 不是2014年佔中的時候 他覺得年輕人不應該這麼激進去爭取民主的 應該跟政府坐下來談 即是不應該每次都搞到出來佔領 那麼激進 然後呢 原來的真相 他後來才說 就是因為你們這麼激進去佔中 搞到我那些派飯的義工 在那段時間 都很難找 搞到我們幾乎找不到那些義工去派飯 他會覺得原來 他那一檔派飯是更重要 比全香港人爭取民主 不止這樣 他好像張曉明那樣找過 近日 張曉明 去年 另外一個名的張曉明 大家知道是誰 這個中聯辦的 前主任 現在叫了港澳辦 總之都是共產黨的人 去他的店舖 送了一幅字畫 叫做維善追落 祝他生日快樂 好像有一個牌匾 然後他珍而重之 把共產黨送給牌匾 放在北河同行的新舖 掛在他 好像以前那樣 太槍餅家 掛肥棒吃蛋撻的照片 嘩 多威威 達官貴人都來 我們來鎮門口 然後呢 2018年 接著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在選 九西立法會補選 民建聯的鄭詠信 突然間去跟他做義工派販 還有阿謝霆鋒 還有阿謝霆鋒 甚麼信封快遞 他的意思是嗎 名字還不記得 突然間去跟他派販 然後當然拍一張照片 然後就說 明哥也支持我 明哥也認同我是一個年輕有為的人 你們快點選我 做立法會議員 我想說 其實明哥跟誰拍照 有他的自由 或者跟他的政界點 有他的自由 但是如果你打著一個名堂 說他關注的老宿者 你見過老宿者受的苦放 你沒有可能不出聲 你沒有可能當是看不到的 你也沒有可能沉默 但是最糟糕 他經常強調自己是政治中立 他不是參政 這件事不適用於這個情況 等於我看到 現在有個老宿者 他今晚沒有地方睡覺了 我看到他的房子被人拆了 他所有的東西 甚至銀包都被人當作丟了 我不會說因為政治中立 我不幫他的 我不會因為政治中立 我不會譴責政府為他統回公道 這件事跟政治中立是沒有關係的 而明哥是做齊了這些事情的 他手下的那批 不合同盟又是這樣的 他們在做什麼呢 究竟當這些老宿者是 他的身材工具 去博取社會的支持 博取社會的掌聲 有錢去給他買飯盒 有人幫他去組織這些義工團 去開放盒 甚至開拓其他地區 然後他們就覺得 做了應該做個事 於是他的名聲就越來越大 所以鄭榮送 張宇明等等 這些都會黏起來 甚至美國的領事都會黏起來 令到他越來越多人出名 就要去拍廣告 這個幸福相封數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 他是忘記了 他為何第一天出來 幫這批老宿者 起初是因為 有一個有錢人 給了一筆錢 明哥去買飯盒 去給老宿者 做了一次之後 他會發現 只是拍一次不行 老宿者每天都要開飯 所以他才慢慢建立 每個星期入 每個星期六 甚至佛誕 公眾假期等等 這些都派飯 去做這件事 那你是要尊重老宿者 你不要當他是一個黑衣 現在的確他生死你就不問 有飯盒給你 你所受的迫巴 算了看不到了 這些不是我管的東西 這些不是真的關心老宿者的東西 所以也是我們為什麼需要去譴責的地方 所以我們門徒士公 在上個星期 我們就發起了一個聯署聲明 就著今次這個深水埗的事件 我們提出了有四點的要求 四點要求是什麼 第一就是停止在冬天嚴寒的時候 清理無家者的家園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要執行無家者有善的政策 第三就是要妥善處理被清理家園的無家者的居住問題 最後一個就是要組成一個跨部門小組去跟進其他無家者的情況 謝謝 最後我們有一個活動的宣傳 過了年之後的24日 即是年29日 我們會有一個新年探訪露宿者的行動 那天我們會去探訪 包括香港仔 北角 和天后的露宿者 在這個新年的時間 就會去送一些食物給他們 以及去給一些關心他們 在這裏也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去參與 這個活動的報名長城 我們都在網站和Facebook那裏也公佈了 最後我們提過了九西的參訊人 要讀完整個名單 整個名單其實只有三個人 我記得應該不難的 有剛才說過鄭詠順 有姚重堅 還有有一個蔡東舟 蔡東舟 今集也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的年初幾日 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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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禮拜再和大家見面 最後 Eric幫我們有個結束期討 好 其實我們在這個新年來臨的時候 願你讓我們 不要忘記你給我們的託父 讓我們 立刻如何去 由心去關心 一些被壓迫的人的需要 我們不是單止在表面上或物質上幫助我們 而是 要有一個整傳的公義去幫助我們 我相信這些真是神給我們的教導 願你繼續幫助我們 去踐行你的教導 我們祈禱弓主耶 松明至祈求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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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々 阿嬤 阿嬤 老師